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急性过敏反应 则要留在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 接种后如果持续发烧超过48小时 明显过敏反应或接种疫苗后28天内出现严重持续性头痛 呼吸困难 下肢肿痛 皮肤出现出血点等症状 请立即就医 并告知成接种COVID-19疫苗 接种疫苗后也要持续正确洗手戴口罩 避免群聚并落实防疫措施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彼此的健康 我在股市打拼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的功能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大家好 欢迎今天收看 股市万得福 有的人说 老师啊 11月要结束了 这个导播这样感情再听就做 对吧 25号了 马上这个月就要结束了 阿德 你大方说的准备你也跟我说一下 真的可以做啦 真的可以做啦 我很确定的跟你讲 我不用拐弯莫奖 我把我给你黑龙洗手 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讲 比较 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啦 因为最近我发现很多 乌鸡上 乌鸡上 哥哥姐姐们啦 都比较有钱的要做高价股嘛 是不是 受伤很严重了 有的说要退出市场 我说不要啦 你让阿德一个机会再来啦 对啊 过去就过去啊 有的人说 老师啊 这边都做得不好 你甘味做得比较好 我去看看啦 去看看啦 我只能跟各位这样讲啦 去看看嘛 对吧 你如果觉得高价股做得不好 不然你就过了 这边先做这个 因为现在高价在跳水嘛 你看今天很恐怖 如果去做就很高屁的人会真的 这反正会破散 真的会破散 你看看这次 这次跟中间又不一样了 那上一次他还可以自己买啊 对吧 那可能有一些法人有跟进去啦 那这一次如果真的又 他上一次已经损失25% 他已经减25%的营业下去了 对吧 这次又中价了 所以这次跟中间又不太一样了 上一次跌下来又重新高 好厉害啊 可是上一次跟这一次不一样啊 这一次创历史新高的四星 他又减了一个很大的欺负去 现在又中价了 对吧 所以说有高价股的喔 我是希望说你来找阿德啦 因为最近我跟很多好朋友的 尤其那些资金本来很大喔 本来很大 那现在已经 存一个失败的人 因为你当初是都说 哦 大家都在说那种高价股 我感觉很好谈的喔 你就感觉他都说到哪个人啊 你就再跳下去 你会叫阿德真正来说一句话 对吧 你也可以去我网络看看啦 看看一下啦 看看阿德讲的有没有道理啦 他说我在这边嘛 对吧 说你留了一些风谈啦 对吧 留一些给别人赚嘛 我相信很多的 很多的哥哥姐姐都在看阿德的节目嘛 说你留了一块风谈啦 你留了一块风谈啦 结果我一问喔 还有人在这里叫人家买的呢 他说五百块付金可以再买啦 因为这边他看到 跳工厂平点算两支嘛 所以他现在发到消息 就是说我现在听很多人就说 我再跳下去啊 再跳下去 再买 五百块可以再买 只要你看到五百块 你看五百四 好厉害喔 五百四 你如果靠到的消息 只有七百%而已 你看到一天两天的七百% 摘下来 你看今天又算多少 前程468 你如果买到五百多块钱 他在发这个讯息 就大家说 五百块付金 你就可以买五百块以下可以买 要怎么买五百块以下 对啊 多买511 啊不然你就那天去追 追隻五百块以下 就是要追一天那 对吧 可是这一天掌停板 是496嘛 所以我就打很多 一些 有些老闆人問我 你不覺得這種訊息很奇怪嗎 因為你看到兩支漲停板 阿德在電視裡說你漏一些風潭 為什麼因為這次阿德說 漏下來的時候 外資漏下來 外資跟投信沒有降頻 對不對 沒有降頻 結果他漲漲漲上去 漲到這邊附近的時候 漲到阿德要漲的前一天 外資把它調升耶 調升以後你再跳進去 不是怪怪的嗎 這裡剛好是前波的高點 你漏一些給別人賺 是說 你賭到了嘛 對不對 很多人很辛苦 尤其是有些很多人跟我講的 都已經哭出來了對不對 那一支鼓票 那一支鼓票 以前我還聽到一個 我還聽到一件事情 真的他講到要靠出來 因為當初這支四星的時候最高點 他去參加一下 參加就買了 買了就烤烤冷 烤烤冷 烤烤冷可以賭的時候 他就達天順嘛 屬心嘛 講這樣也是對嘛 停順嘛 他說他要再賺回來嘛 對不對 他要再賺回來嘛 結果他就是用短線 做來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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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如果漏他就說 他先賣掉嘛 啊如果 他要賭他就說 他要賭就去嘛 是不是 結果 後來那幾波 後來到這 後來到這 他說他都沒有賺到錢呢 後來賺不到錢 他說 突破啊 突破啊 我阿董也是在說 我也說 這老一塊鳳壇嘛 這老一塊鳳壇嘛 他用突破歷史新高 我說老一塊鳳壇 一旦 都要等他錄下去 錄下去的孫檔 死了 不知道怎麼 現在不知道怎麼 用六神無處公 比較靠 那給他人 退休啊 也給他人 有一個 撩了撩就五六千萬 他不知道怎麼 不知道怎麼 我沒關係啦 其實股票很簡單 但是你剛才這種 你要處理 為什麼因為 他這一次不一樣嘛 他上一次 因為公司還 還跟很多法人 還進場他去複盤嘛 對不對 所以創歷史新高嘛 那上次公司在 他在開獎訊的時候 他說 我差不多 損失20%左右的營收而已 因為那個 最大腳的嘛 結果這次還到錢 說 這是那個我意思說的 這不是阿德說 說這次還到錢 也是大腳的啦 沒辦法抵 你再看這支 三二八千二顆 這看到你就會相信了 說這種 你五百塊在堆 我不知道你能在堆什麼 連刷三國的 那比去年 那個衰退都 三十八五十八 三十八五十八 那衰退 你再堆下去 這樣跟我的意思 所以說做股票 阿德不是說 在批評人家 做股票 我們要分寸 對不對 因為 各位兄弟 我爸上 你看到阿德阿德在說股票 我都很有分寸 有的我們就說 如果我們說賣掉 我們說賣掉 就算賣掉 他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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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不可能每天贏 你如果要贏錢 你電話卡進去 製造 就在做的是實在 來大碗 大碗其實很簡單 我告訴你 你不用怕 反正靠近月線的時候 他就要彈上去 而且你算時間 剩下四天而已 是用扣扣扣扣 就是說一支穿雲線過了一二嘛 對不對 過了一二嘛 所以這兩個扣扣都要算 都要算下去了 所以只要這支穿雲線的月線 月線接近 集數 就要去 所以像四天 所以下個禮拜 一定有一個機會 讓你翻身 所以你要利用這個機會 做 這是什麼股票 其實阿德要跟你說的 你如果有高價股 沒有你來換這支 通辦的嘛 有時候我會跟你說這樣 其實很簡單 有時候現在通辦的很好的 他們阿德做事情 有貧有趣的嘛 來 我們來講這支 這支今天很多老師在講 阿德也來講一下 來 你來玩這 他在減吃醫療 減吃醫療的事情 減吃醫療的事情 減吃醫療的跌停的時候 我是不是叫你買 對不對 是不是先叫你買一招 去你先賺一招嘛 沒有錯嘛 VCR你都看過了嘛 對不對 第二次呢 第二次啊 第二次來到這裡 有人說 老師現在比較低 你是怎麼11月19號再買 因為再上去啊 就25% 所以說 如果你想想看 你比較剛剛我在講 現在其實有很多股票都很好啊 那阿德為什麼一直 往這個 人家說的 往車用這邊 因為車電 它是未來性 大家都看過嘛 你找那個低價的 它就會漲 你不管看MCU 還是什麼 醫療人家說 要做車控 車電 就是要用到他了 那如果燒 自然就上去了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這張股票的時候 我不知道要講 沒關係啦 這張股票你就要買下去 你就一定賺得到嘛 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就跟你說 這種東西 這可不可以學會不會說的 可不可以學會不會說的 不可以嘛 第一次我們也會說嘛 我們會說最近的嘛 最近老師 你如果不在這19號 你如果不買就最多了 對嘛 可是阿德要跟你說 我老實啊 我覺得老實啊 你如果注意看 我給你第一次的收在這裡 對吧 你如果只買下去 是不是買到最低的 是不是買到最低 買到最低它漲上來 你不要說 你不要賺到兩支漲天板 你就賺到十幾%也沒關係 你五百萬先賺到十幾萬 這樣OK嗎 OK吧 好 你不相信的時候 我第一次我們就太遠了 我不要講 我們講最近的 我放一段VCR給各位看啦 看完的時候 那你再決定 等一下那個低價的 會不會很好 如果會很好 你就要趕快買了啦 趕快換了啦 緊貪嘛 我不相信說 你在看節目時間 要看阿德表演的不可能啦 你一定是要拿到一支股票 等到大錢而已 那現在又小吃的 低價的一定會去 來 導播PCR 一筒這麼大筒 我又不想揭了啦 你大家看 那你如果有的人 一起起來 去國外公園看 是不是 我說 股票 其實很簡單 如果沒有人要去的時候 你再買起來 對吧 我說一筒這麼大筒 好 我盡量揭啦 盡量揭啦 你們盡量看 看是不是 看每一天 是不是都有 我說一筒這麼大筒 這麼大筒 來 我都不要說 我都說第二次 說第二次 是不是十九號 再跟你講 對不對 十九號你如果想要 其實這樣不錯 來我拿給你看 十九號 十九號是不是 對不對 四四一五啊 老師啊 那不是最多 沒關係啦 你看 有賺就好 是不是十二% 漲停板 昨天漲一點點 對不對 今天十一月二十五號 九點零二分 市價加馬訓節 我還加碼耶 如果沒有 你是我的會員 沒有收到訊息 我如果沒有 大家加碼 新朋友我沒有 叫你買 我退出股市嘛 這樣沒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 各位親愛的朋友 這樣沒辦法 沒有 沒有人在做這個 沒有人在說 我如果有做假 我退出股市 你都不用來這樣 我事情就減少就死了 所以你看 今天有賺到嗎 所以如果想看看 你抵押這張電話 你抵到什麼 你抵到多少 這是二十三號 這是二十五號 五百萬的人 賺二百五十萬 不要說第一 我說最近一次 所以說 高評不是說 不是說親愛公的嘛 他剛起漲我就 我就剪下來給各位看 所以說重點什麼 你在看節目 你會說 老師啊 電動車真的這麼多 其實電動車真好 大家也知道電動車真好 有時候電動車真好 你有想到嗎 現在有一支股票 如果有一支股票 以前是可以做一千萬的生理 現在還是要做五倍 你覺得他好也不好 老師怎麼說他五倍 好啦 我隨便舉例啦 我舉例給各位看 有時候訓解我會看好 譬如說現階段大家也說 傳統的車廠跟電動車 有什麼不一樣 老師 有道義不一樣 譬如我來說 你以前的 你在傳統的車子裡面 你要看電視 是不是只看電視而已 你電視還不可以 再播接外面的電位 不會嘛 所以你除了影音系統 你以前沒有資訊 你跟我都接收到外面的資訊 除了電線可以看電視以外 幫錄影打以外 你可以看到什麼 聽音樂 對不對 所以現在接收外面的訊息 再來你要接收外面的訊息 你感覺數位 你就要電控啊 因為電動車你沒有電控 每個東西都要電控啊 你有電控以後 你就開始想要做聯網 聯網你就要大數據啊 你就查四行啊 查四行就要萬物接連 你說電話連電話連車連什麼 連自動駕駛啊 就要說 既就他五倍六倍以上 會送機出來嘛 所以說很多股票 你要想看看電動車 這樣不可以賺 很好賺的 所以我知道 我是不是跟你介紹 我不是像現在大機的高機 你看比較小力的 因為外主人在翻 翻年啊在翻書 現在在震盪嘛 全世界大家說要生死哪 你看看韓國就在生死啊 現在拼下去的時候 高齊一震盪下去的 那種高價格的 拉高的 一定要生路啊 不然你看這種 他怎麼不想生路 一定要生路啊 因為起到這個 他怎麼不想下去 他創歷史新高啊 進前阿德來說 你流一些風潭 這樣你有感覺阿德說得有道理嗎 你流一些風潭嘛 你今天就全身而退了 你就不用靠了 不然你身身苦苦五百萬 你看電視受他就什麼 對我知道你是為了要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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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小時候你要貼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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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很重要的東西你們一定要看 尤其是你現在我知道你們很不容易 但是你來看清楚 因為接下來 我告訴大家 什麼股票可以繼續做 來 導播 比賽 最近比較大 你直接掃下去 好 你掃下去 你只要兩三百萬 三四百萬 我可能不會卡電給你 但是 股票我也絕對給你 股票我還是絕對會給你 我跟你說 有錢人說 準備啟動聯標模式 因為我待會再改稅這張 好不好 因為被忽略的小吃標股 因為所有的電動車大概都標一次過了 對吧 都標一次過了 小隻的 還沒標的 你才特別做為了 是不是 因為他們就是隱藏的 我這是要做舉例的 你不可以看裡面 對吧 我有說嗎 所以說 我們在做股票 就要你們看得到賣得到 賺得到 是不是 我說我要做舉例的 你不要說賣得到 有證明嗎 所以說 來 你如果 敢買 這支就是你的了 為什麼現在小支的很好 其實我一直要跟你說 今天隱藏小支的標股 以你的亮燈漲停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因為你都拿到 你都賺到 重點是什麼 我還有一支股票 我是不是拖很久 拖三天 其實我如果今天要送你 我已經三天了 你知道嗎 這支 我要給你 我要給你 待會兒我給大家 給你看 它有多漂亮 因為大家也知道 喔 伊力店 喔 老師啊 伊力店也開始創高 你怎麼這麼厲害 不是 因為阿德就跟你說 如果你現在看電動車 比較傳統 如果你現在看電動車 如果你只銀銀這塊 它就有去五倍 什麼叫做去五倍 它整個產業 以前在剛才做一行 現在做五行 它市場就變大了 而且喔 現在你想想看 有高價股的 現在高價股 隨便賣一賣 這低價股的 這小股的 杯子在農的是不是 所以你如果賣 不用客氣 這種同盤股啦 很容易喔 真的 會狂飆漲停板 而且漲不停 所以我現在講到這個時候 你要想看看 你今天你如果沒有卡這檔電路的 人那小股的當地在錶的時候 錶一支兩支三支 像孫傑 這樣連刷錶三支的時候 你都沒賺到啦 所以要快一點 阿德想要跟你說的就是這個 現在不用去討論什麼人第一名 我是跟你說現在這個機會 剛才坐在這裡 你電話再卡下去就有了 對 好不好 我先進一下廣告 你拿到股票 我等一下再繼續講 而且很精彩 進廣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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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可以500万赚95万 只有两三天的时间 你也可以两三天的时间500万赚250万 而且都买得到 不是最涨停不用最涨停 刚才放的VCR你都看过 重点这种东西 如果它运用在车店 车店未来会成长 会成长 会成长的时候 那现阶段被低估的 而且是小型的 而且接到大单的 对吧 我是不是说有一间公司接到大担 我先不要给各位看K线图 他这一支家公司如果接到大单 他是历年来最大的单 你说现在小企业是不是很败 你看之前这样有败吗 散乱有败吗 你说预创 之前没人要抵抑的时候这十几块 对有败吗 他立点是不是小企业 有败吗 你看今天桌盘没什么败 这小企业都一直扑起来 所以说我现在跟你说一项东西 我今天要给你的 你要想看看 你如果有高价股的人 你先来买这一趟吧 铜板的大标股 而且我讲过啦 我会连续三天啦 是吃饭局 明天还要吃啊 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动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这支啊 今天他接到油水以来最大的单 而且阿德大家说过了 刚才我给你看的图啊 有一张是盖起来的 对不对 有一张股票是盖起来的 对不对 就是那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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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给各位一个机会 油游是翻身的机会 你如果想要贪钱 我现在就问你这个问题啦 一间会贪钱的公司 他接就大胆 未来会大胜中 这样这种国败 你有想要 有幸福想要看吗 我用电刷公三天啦 中国败 如果要表起来 不要说一杯两杯啦 反正会比预创还要表也不一定喔 因为预创表五杯 应该真恐怖啊 对不对 中国败呢 这败也更轻 非常轻 对不对 这种股票 这种同盘股 真的很容易连续狂飙啊 真的啦 涨停涨不停的 很多的 你如果这种股票直接碰到 我跟你说 就是你的 打电话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